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 延续跟大家来来聊一聊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之下 其实我们今天有发现 有余翁得利者 那就是很远很远的俄罗斯 最近也发现到说 俄罗斯的股市创下五年的新高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怎么来看俄罗斯 也怎么样来看原油黄金这些价格 好赶快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Lipper李博 那么亚洲区的研究总监冯志远 志远好 勇芬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你越来越帅 越来越有心 我觉得你有刻意打扮 没有我真的没有打扮 你前世有活动是不是 没有一般就是这样 我就穿长袖衬衫 就是这样 就是偶尔上节目会穿西装 连我妈都发现了 真的吗 对他就说 你看他在电视上越来越帅 我说真的本人也非常非常的帅 谢谢 那最近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告诉我说 俄罗斯涨很多 其实我们对这个市场其实是蛮忽略的 比如他单一国家 而且很多人也不喜欢普丁 大家就偷偷涨了 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想有几个原因 刚刚约芬姐讲说 那个发发而畏 其实也没有那么远 这对我们来讲其实还蛮紧的 那约芬姐也去过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国家来讲对我们是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说第一个他不远 他是我们的邻国 对象就我们以前中华民国的邻国 对不对 在我们旁边而已 对对对 那离台湾也不算很远 也不算远 我们大概都是从这边飞北京 北京再往上飞 而且我听说我其实从年 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就有听说 俄罗斯航空的话 可能会开辟一个台北直航莫斯科的航线 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年的状况 那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这样子的话 你又要去了 没有了 我这列为下一个目标 我觉得很值得去 对对对 那所以说我们是为什么讲说既熟悉又陌生 那当然是熟悉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摊开历史 那我小时候念的这个历史里面 就是这些沙俄时代 如何入侵我们这个中国的部分 满清嘛 对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个国家来讲 基本上是抱持一个比较不信任的态度 他有北极熊之称嘛 那其他的国家对他来讲的话 也是觉得是抱持一个比较不相信的态度 对而且你小时候叫苏联 对苏联嘛 那现在是俄罗斯嘛 那俄罗斯等于是整个苏联的联邦的解体 他分裂了列成很多不同的邦联跟国家 那为什么就是俄罗斯的一个 我们刚刚讲说俄罗斯的股价涨 股市涨 其实跟他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主要是他买对了东西 而且他自己有的东西很值钱 他哪些东西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他买对了哪些东西 因为他我统计了一下 今年前五月他总共买进了78吨的黄金 所以俄罗斯央行去年一整年 就已经增加了274吨的一个黄金 他最近金价数在上涨 对 所以说在正题他买对东西 这些东西变得很值钱了 780吨好难想象的 274吨增加去年一整年 但是呢就说还有另外一个值钱的东西是什么 油 因为最近呢 其实接续的主要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我记得上一次来韵芬姐节目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说油为什么波动是这么大 有几个原因什么胡塞叛军也好 或者是这个萨迪阿拉伯游轮意外被攻击 其实这些都在发生当中 然后呢我们还发现到就是美国已经住居这个波斯湾 在在的都很紧张 那么呢无独有偶 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讲说啊 这个出息看起来还会延续下去 果然几天之前这个美国的无人机又被击毁了 对不对 那么呢其实周末又传出来说 川普其实曾经一度要派战机去攻击 那么在这个临门一脚的把它撤回来 不然的话就是几百人的伤亡了 所以这些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啊 都造成短线这个油价的部分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所以在油跟金这两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呢让俄罗斯的一个股市的部分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那那个普丁怎么这么会操盘呢 他跟川普一样会操盘 你看他会买黄金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最主要是说因为美国对这个西方国家 他对俄罗斯其实还是有制裁丰富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呢 他必须在我们讲说外汇储备的话 基本上有几个 那么第一个当然讲美金 那他当然不太愿意去买美金 对不爽啊 对啊那当然来讲另外一个 他选择方式就是黄金嘛 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态度上来讲的话 俄罗斯央行基本上就是过去 这几年来讲就是比较积极的这种央行 会增持这个黄金当作外汇储备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一个基本面不好呢 其实呢就是说如果从绝对性来讲的话 比如说以今年第一季来讲 他的经济成长率只有0.5% 真的也不高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相对性来讲的话 他比起其他的欧洲的新兴国家 新兴欧洲市场的话 又相对来讲好一点点 所以在这两种交杂之下的话 我觉得是说他现在有题材 那之前来讲 其实他去年刚好经历了一波 这个就是整个新兴市场的一个血洗 当然来讲当时的其实俄罗斯也在范围之内 俄罗斯卢布也是扁很多 那所以说其实呢 现在都有一种重新平反的这种味道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就是说俄罗斯慢慢的有跟中国靠拢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就是说 其实这一出好戏啊 我觉得还蛮值得看下去的 那我们有看到就是2019年那个世界银行 也是把这个俄罗斯2019年的那个GDP往下调了 所以你刚刚讲过跟基本面的关联性不大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讨论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是Lipper里博亚洲区的研究总监冯志远 我们常看他在电视上面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每个月固定也会请他 他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局势了 那刚有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俄罗斯股市啊 这逆势创了五年的新高了 他说跟基本面的关联不大 那我也看到世界银行也把这个俄罗斯2019年的GDP的成长率也往下调了 不管他调多少 今天调那种不多一八多 可他就是往下 那意思又是不太看好 那你刚刚讲他低纪成长也不高啊 所以基本面真的不怎么样 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这个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大国家 一直在金钻四国里面 就是我们把金钻四国摊开来看的话 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些 我们总是会看一下说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消涨 那么如果以绝对的一个经济成长率来看的话 你看巴西也长得很凶啊 但是巴西就是说他有皮疾泰来的味道 还有政治面上面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 那所以说呢 那这样原物料好像也没有持续再往下跌的状况 那但是呢 俄罗斯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说 看起来从基本面的部分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 而且呢 其实外资都还在退 所以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个别的因素是比较多的 但是那我们讲到就是说 油啊 这种战略性物资啊 其实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性很大 而且呢 其实现在我们看美美看到就是OPEC 要不要减产的时候啊 俄罗斯不是OPEC成员国 但是每一次他都会参与 因为他是OPEC成员国以外 这个产油量最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美的他都会跟OPEC成员国呢 就是绑在一起 然后他的发育权也真的蛮大的 所以呢 其实呢 上一次这个俄罗斯的能源 我记得俄罗斯的能源部长 上次就有在讲 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中也有提到 就是说 那时候他还讲说 6月底这个整个协议 减产协议到了之后 还有办法的持续呢 他建议一定要 没有的话呢 他们认为就是整个油价很会跌到30块 那可是呢 相对的哦 最近来讲的话 大家讲什么 伊朗的地缘政治爆炸啊 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关系啊 如果进步恶化的话 这个哦 现在外媒报道说 油价可能会涨到100块 嗯 也会知道说 这个战略性物资哦 原物料来讲哦 它的变动可以如此大 嗯 就是当当你不减产 不遵守减产协议的时候 嗯 可能会跌到30 为什么会跌到这么惨 其实主要是因为 全球的一个经济不正 嗯 那么对于原有的需求来讲 并没有那么好 嗯 那特别是像 中国这一些 就是说 他对于原物料需求比较大 嗯 但是中国的经济 没有明显的一个 转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对原有的需求量 也会减少 可是呢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我们有发现到 就是说 俄罗斯对于 中国的原有的一个出口 反而有增加了一个状况 嗯 那因为呢 中美贸易紧张之后呢 其实中国也在做一些调整 不管是讨拍也好 嗯 取暖也好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国际间的关系 跟政治 其实都出现一个 蛮大的一个质变跟量变了 嗯 好这要留意一下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另外你刚刚就聊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呃 这个要看普丁跟习大大的关系啊 对 就跟中国的一个关系啊 这有什么奥妙之所在啊 对 呃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呢 就是说 很多人在讲说 中国关系好像有改善的一个现象 这样的 特别是从这个普丁跟 呃 习大大的这个互动的一个关系啊 那我特别再去看一下就是说 到底嗯 这两个国家 我们先从国家来讲啊 中国跟俄罗斯到底关系 有没有比较改善呢 嗯 其实呢 即便连中国当地的媒体 大概都有两派说法 哦 一种的话当然是说啊 对啊 有改善啊 因为啊 出访的次数增加 那习大大这个过去来讲啊 增加他的一个出访次数到三十次啊 嗯 然后中俄的一个贸易 有增温的一个现象 嗯 那另外一派呢 就还是秉持着就说 不要忘记哦 这个沙俄时代啊 这个这个俄罗 苏联对我们于取求怎么样怎么样 他现在只是隔山关虎斗啊 怎么样 然后这个 这个俄罗斯的发言人也在讲哦 基本上这个说美中贸易战呢 这不干我们的事 这不是我们国家的事情 嗯 所以呢 看起来好像就是说 在关系上面来讲 他们也是放的比较淡的 嗯 可是我们从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很微妙的地方在于就是说 呃 六月初的时候 这个习大大出访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部分哦 那当然来讲的话 他们有一家电信公司 这个MPS的部分 要用这个华为的5G嘛 嗯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 哎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普丁跟习大大的互动 就很有趣了 因为他们呃 出了就是说 哎 界面的时候讨论很多 而且呢 讨论到三更半夜 啊 对 这两个男人 对 讨论到半夜 而且呢 还感叹说 哎呦 时间真的都不太够 我还在想说 他们有什么可以聊的 对 语言不通的一个情况 是要两个老男人 有什么可以聊的 聊这么久 还一直感叹时间不够 但是我呃 我们讲啊 这当然是玩笑话 但是可想而知 就是说 啊 第一个要谈的东西真的很多 哎 不是只有谈说 你刚刚讲那个 华为跟俄罗斯 这个最大电信商 这个MTS签约这件事 不是只有这件事 不是只有这件事 这个这只是形式上面 你看华为被美国打惨了 对不对 对 可是他5G立刻就跟俄罗斯签 对 因为其实 我们有讲过嘛 俄罗斯基本上也是在这个西方的美国的一个制裁的范围 对对 然后我们看到就说俄罗斯要发展通讯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华为又低价 然后又又有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优势 其实真的是蛮好 就是俄罗斯可以利用的 那所以呢 其实对于中国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来讲的话 当然来讲他们有一个友好的一个表现 因为其实呢 这个不只是这样 其实他们我们我们发现到 就是说在之前呢 俄罗斯有一家公司 这个华为用了5000万美金去买了 俄罗斯的一家人脸辨识公司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似乎华为也要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人脸的一个辨识系统 不再依赖这个美国的这些主要的一个厂商 所以当时有人就在讲说 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未来俄罗斯就是用这个中国的一个5G华为的一个系统 那他们还谈什么 听说啊 听说那个是习近平 我是看报纸啊 习近平过66岁生日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还送礼物耶 对啊 还到他的那个饭店去 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耶 我觉得送礼物 护赠礼物会是应该的也是表示友好 可是生日啊 你怎么 对啊 我怎么会知道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这个应该都有幕僚做过调查了 那我没有讲说 他们常常赶上时间不够 就知道说他们关系赔钱了 那当然就说官方上面来讲 两个人其实当时还签署了一个声明 这很长我念一下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邦联 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这个还蛮长 好长哦 难怪你要拿这样子念 而且他们讲说要干嘛 第一个守望相助 守望相助 相互给予更加坚定有利的战略支持 支持对方走自身的发展道路 跟维护本身国家的核心利益 保障两国各自安全 主权跟领土的完整性 其实他讲的很清楚了 第一个就是说 互相打气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国家 都是受到美国相对程度的一个制裁 或压迫 所以两方面都会觉得说 真的美国咄咄逼人 真的是就是很不像话 就是当然中国是跟这个普丁取暖 普丁那种会讲 对啊 这个川普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一点这种互相取暖的一个味道 可是你看 中国的人讲美国是美帝 对不对 然后讲那个过去俄罗斯是沙皇 对不对 可是他们喜欢沙皇不喜欢美帝 黄跟帝不是差不多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代为讨论 好我们持续跟Lieper的冯志源研究总监 来好好的谈一谈了 就是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那普丁现在看起来跟习大大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他们都会认为美国对他们不好 所以他们可能要团结起来啊 对 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吗 对 事实上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没错 也就是说双方彼此给予这样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那当然来讲 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俄罗斯还是持续发展 他这个你可以讲他独裁专制也好 毕竟他是一个强人领导 普丁的一个领导 那这个中国有他自己的 他不走这个资本主义 他这个不管是什么样化的这种社会主义 反正他就至少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两方面都觉得说 不应该有美国这样的一个强权来压制 压迫他们两个国家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都支持各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他们有各自的一个核心利益 我觉得从这几个部分来讲 从经济上面已经很清楚的 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增加出口这个原油给中国 那么现在也是中国整个进口原油最大的一个国家 再来才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他这个比例的来讲的话 我记得已经超过17% 还蛮多的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中国输出一些相关的一些专有的一个设备 因为一些机械 其实西方国家是禁止卖给俄罗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而且两个又是邻居 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 的确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的 关系改善的一个现象 而且美俄的联合 中俄的联合 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很紧张的 因为过去美国常常采用一种方式 就是挑拨离间 他希望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不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 在美国牵制中国的时候 他就会有更好的一个盟军 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相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更需要像俄罗斯这样的一个盟友 你只要不要给我在后面乱 你不要跟我乱 然后跟我保持良好的一个关系 这样子的话 他就奥弥陀佛了 那对于来讲 这个真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必须要权力 现在必须权力的对抗美国 有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僵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的确俄罗斯来讲 对他来讲是还蛮重要的 那俄罗斯本身的话 他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面的一个援助 我看到这是都是报纸的资讯 不是有媒体的一个资讯 他说习近平过去六年 访问俄罗斯三十次 两国之间的贸易 在去年也增加25% 这也创纪录 有一千多亿的美元 这也令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六年访问三十次 对就相较于 除了近之外 也不只近 因为如果你比起这个胡锦涛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数字真的已经比起他要多很多了 那更不要讲说过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很密集的 我第一个 他很密集的访问俄罗斯表示说 真的他要跟这个普丁谈出一些什么事情 很重要 他很重视 不管是商业的利益也好 正式上面的一个考量也好 都很重要 但是访问的次数多 不一定都代表两边关系很好 刚讲到其实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两边的一个贸易 突破千亿美元 其实我又查到 就是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也干了一件 不是让人家很讨好的事情 就是说他对于整个出口这个原油的部分 加征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关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金额提高 有部分是来自于整个关税的一个提升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当然会 你增加了一些费用 当然会导致说两边国家的一个贸易量的一个提升 可是呢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从一个比较细节来看的话 两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才蛮微妙的 因为能够出席长谈到半夜 而且可以从国家关系讨论到整个商业利益 其实我相信对于普丁跟这个习大纳来讲 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盘顺跟考量 那么这两个相对性的相关的盟友 都是两方面极力要争取的 所以他们才会花这么多时间呢 去谈这件事情 那当然来讲 我觉得习大纳最近在亚洲方面的一个着力点是蛮多了 除了跟这个俄罗斯之外 那么他跟这个金正恩的部分也是持续在谈 他也希望就是在集团体之前 是不是能够带一些消息过去 我觉得在在呢 其实呢他拉拢这些可能 过去是让美国比较头痛的这种国家或人物啦 但是来讲了 现在都可能成为这个习近平的一个盟友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确是有助于中国在去对抗整个在中美贸易大战 关系底下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情势 那我们现在要看如果说要你来投资中国跟俄罗斯的话 你会比较倾向投资哪一个国家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就我们最大的利益来讲他们都在讲他们的利益 我们也要讲我们的利益 两个方向 第一个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如果短线的话俄罗斯跟这些相关的 还会债账啊 还是有因为其实来讲的话 形成多头的一个情况之下 短线的趋势不太容易改变 所以短线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就手脚要快一点 对对对 再来来讲的话你投资的一个比例不宜太高 因为毕竟风险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的一个停利点到了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你可能把党的速度要快一点 那中国的话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快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一个关系 其实原本中国的股市好不容易又 感觉上两边好像有比较和缓的现象 但是在现在呢又陷入僵局的一个情况之下 除非G20之后 我觉得最好的状况应该是说 可能G20两个谈呢 应该不太可能就是马上就又有协议 出现 但是呢如果能够譬如说 好那我们再延长多久时间 短期内我不再对于你这个3000亿 压征关税 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就已经是算蛮好的一个状况 这也跟我们上一段 这个分析师谈的 大家的见解都差不多 不要跟恶化就好了 你这个先暂缓一下下 看后来会怎么样 我们大家来聊聊 很多我们投资朋友都有那个新兴欧洲 或者是东欧基金 那到底应该怎么看待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讨论 好我们现场的是 李博亚洲区的研究总监冯志远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 那么怎么样来看我们新兴欧洲 或者是东欧基金的表现 其实我们投资蛮多 都有这个区域市场的基金 那现在看到这个俄罗斯也不错 看到巴西也不错 就中国稍微弱一点 然后印度的起伏比较大一点 那怎么看新兴欧洲跟东欧基金的一个表现 对我刚好统计了一下 就是截至6月21号为止 我们算今年以来的话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股票型基金的话呢 平均是26.99 那也就是将近27个percent 然后将近三成 那么如果是欧洲的新兴市场 股票型基金全部的平均 在今年以来的话 是21.8个percent 也就是将近22个percent 很不错 都很不错哦 那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他买对东西 买对什么黄金跟贵金属 这些 我们看黄金跟贵金属的 股票型基金的话 今年以来有平均是20.69个percent 那也是将近有21个percent 所以我们从这几类来看的话 的确就是说 真的是在国内销售基金的类型里面 是还蛮亮眼 而且普遍来讲 我目前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股票型基金 大概有将近9档 其实平均来讲的话 都是两字头以上的 所以表现是相对的 相当的一个平均 所以我们看就是说 我们过去判断 这个俄罗斯股市的时候 比较习惯用这个油价的 一个关系去判断 只用油价 对只用油价 可是我们发现到 其实这一波油价来讲 除了第一季的部分是上扬之外 其实从第二季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有一点中空的一个味道 那当然 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之前有讲到 就是说全球的一个 经济市场的一个表现 其实是比较减缓的现象 那对油的需求量来讲 也是比较减缓的一个状况 那只是最近来讲 因为地缘政治紧张的关系 让油价有点回弹 但是呢 这毕竟是一个单一的因素 就是从整个架构来讲 油价并不是一个 十分多头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说同一个时间 能源的商品的股票 能源商品的这个基金的一个部分 他们今年以来 平均的一个表现只有11.53 其实就差了超过10%以上 那么能源的股票型基金的话 其实表现更弱 平均今年以来的话只有9.7% 所以他们才 这些族群才是跟油价又更为贴近的 但是呢 反而表现都没有来得 俄罗斯来得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讲说 那当然就是说 油价反弹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他现在的确有一些 有利的趋势在 就在于说 他这个因为金价也回升 那金价为什么回升 主要是因为说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 影响金价的一个原因很多 因为他跟美元挂钩之类的 那么跟铜棚也有关系 那么过去呢 大家认为比较避险 比较重的这些黄金的这些价格呢 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观 就是说全球的央行 因为可能联准会紧接着会降息了 那美元指数最近来讲 有比较走弱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全世界又变为降息的一个形态的时候 这又会重回过去 这个2008年十多年前的 那个时候的一个时空背景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之前 过去好几次都在讨论黄金的时候 特别是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时候 我们每每都在讲说 其实判断起来的话 这个黄金还是反弹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美元很强 只要美元很强的话 这个金价的部分 很难处于一个比较多头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现在美元指数比较弱一点了 当然来讲它是位阶还蛮高的 美元稍微弱一点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联准会再继续进行降息的话 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再压抑美元指数的一个表现 那对于保值或抗通膨的黄金来讲 其实就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那再加上这个俄罗斯央行 或还有其他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增加也好 还有它避险功能的一个提升也好 其实在在的都提升了 有关于这个黄金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个其实让这个俄罗斯股市 更负一点点想象的一个空间 当然我们从为什么讲说 这个短线操作就好 因为你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它并没有一个很实质面 就是很突破性的一个发展或表现 只是说短期来讲的话 它好像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政治趣味在 然后让这个俄罗斯有一个空间 就可能犹豫在中美贸易关系上面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因为其实你看普丁 他一方面也是不排斥就是持续的跟川普这边有建立很热线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也是蛮聪明的 我觉得从过去来 这只北极熊过去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他双方都不得罪 但是他要强硬的时候也是很强硬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策略 就是你不重压一边两边都要对不对 看重你 我觉得这也是 就台湾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个重点 你不能够单靠一边 对没错 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讲 像这个香港 这是香港的一个反送中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们每每在讲 台湾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 台湾是中国想要拉拢 美国也要想要拉拢的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好好利用各层关系 其实我们两边都可以得力的 但你要怎么样做 就是说执政者来讲 当然来讲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利用这样的一个 微妙的一个国际关系 能够跟这个中国也好 或者跟美国也好 取得我们自己最大的利益 我觉得这才是 未来的执政者最重要的 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些基金的话 你觉得短线如果有获利的话 可以跑一下了吗 对就是我们要抓一个停利点 因为这一类的基金的话 短线这个反弹幅度还蛮大的 它波动会很大 对对对 所以你平利点的话 你不妨抓个7到10个percent 那现在已经超过很多了 对就当然来讲 你不可能是最低点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去介入的话 因为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俄罗斯股市 毕竟已经创了 最近五年的一个新高 那我们刚讲的这几类呢 就是包括俄罗斯 欧洲新市场跟黄金及贵金属 这几类呢 短线来讲都还蛮强的 那其实趋势刚刚形成 不太容易改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少量介入 用一个短线操作一个心态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空间在 好 这个提醒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LIPER 李博亚洲区的研究总监 冯志源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志源 谢谢大家 谢谢